歡迎收睇 尖情故效 歸位了我和你今天終於 今天還多了一個嘉賓 這個大家應該沒見過 先介紹一下 你好我叫Dennis 今天搞什麼呢 我們又請嘉賓上來 你好像在網上放資料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和Dennis剛好上個星期日 同星期一的早上就過了澳門 你能夠進入境嗎 我能夠進入 放心吧 我不是柴文庫 OK 是 差沒有 其實為何會專門過澳門呢 因為其實在8月1日 有澳門公共交通比較大的轉變 就是一個專營權的點根 多了一間在澳門的公共交通公司 投入在澳門服務 不如我們去一個施錄給人看看 到底是怎樣的改變 或者說一下澳門原本的公共巴士 服務的情況會是怎樣的 澳門以前有多少間巴士公司 原本只有兩間 當時政府原本在8月1日之前 那個架構是巴士屬於 加通事務局的管閣的範圍 下面有兩間巴士公司 其實就是新福里和這個奧巴 當時政府的角色 其實跟香港現在的運防局很相似 其實都只不過有一個批出 專人權給你做而已 它只不過是一個監管的角色 還有它有一部分提供一些資助 是給一些巴士公司的 例如好像就是用澳門通 澳門的百達通 乘車為何會是便宜又有優惠 稍後我們會再有一個視頻給大家看看 分別的價錢 或者一些轉成優惠 還有一些廉價廠房的地皮 巴士公司其實都是等於自己 好像香港一樣自己收錢 車身說過是貴自己的 不過香港可能有點不同 但如果照這樣算法 其實都跟香港很相似 以前那種情況 Dennis 其實8月1日之後 會是怎樣呢 記不記得 其實就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在澳門的模式 巴士公司的營運 其實收入是歸回巴士公司所有的 而8月開始 全部歸一由政府去負責所有的營運上 譬如說班次編排全部都是由政府去負責 那巴士公司的角色 就只是負責營運上的作用 即是出人出車 對 出人出車 而收入前章 譬如說乘客裡面的車費 收益是由政府去管 政府會有一個特定的錢 給回巴士公司 不如我們去張照片給大家看看 我想最主要來說 最大的分別 一般市民來說 看到的分別 就是多了一間巴士公司 其實當現在看到這張照片 已經是給大家看的比例 大概是怎樣的 申福利現在跟歐巴之外 還多了一間維奧連運 維奧連運 大家都可能聽過 跟香港的電車其實就是 是同一個集團去經營的 Veoria的 其實現在剛才Dennis所說 政府給回錢巴士公司 其實那個機制就是 政府是跟巴士公司租車租人等於 巴士公司就按理數和班次 去收回錢 即是說如果在這個情況下 算不算 就說賺好褻好 政府是甚麼 可以這麼說 其實政府由監管者角色 已經變成一個經營者 只不過他是自己不擁有車隊 不擁有司機 就把這些服務外判 巴士公司變成一個外判商的角色 純粹說出車出人 還有入油 就是維修 我們看回那個施錄 我們看到 政府和巴士公司的角色 導致整個情況 除了多了巴士公司之外 亦都是說整個經營來說 我想可以算不算是一種對於 對於當地市民來說 其實算不算是一個新的保障 在用巴士方面 其實應該這樣說 剛剛再有一張新的 就是這個是原本的巴士線 和現在8月1日之後的巴士線分佈 大家看到兩間公司的路線都大執位 其實可能有新福利線給了奧巴士做 又有可能是奧巴士給了新福利做 亦都有新福利和奧巴士給了維修連運 去做 即是他的服務營運 其實本來政府這個舉動 就是想增加多一些在澳門市面上 公共巴士 令到那些人減少駕駛私家車 而去使用公共交通 而且因為他歸一座有什麼好處 因為剛才說過 有一張東西叫澳門通 大大通 其實他的轉乘 以前只限同公司轉乘 現在新的制度之下 三間公司都是互通的 因為轉乘 其實因為經營只是政府 收錢都是政府 今次來說 看回路線數目 其實有沒有多度有沒有少度 有多度 多度 多了 還有一些派車數目 亦都是多了 尤其是比較疏落的路線 整體來說 你可以看回圖 剛才的圖 他取消了一條路線 21號 對 21號 當然其實還有一個臨時線 亦都是7月31號 即是7月31號那天 是最後那天 但這裏就沒有寫到 那一、二、八去紅貓館 不過他跟50號是平的 另外新增了兩條的巴士線 另外有部份一些行上下就的路線 亦都轉了做全日服務 即是類似香港的 那些類似5號A 那類就變成全日服務 整體來說 路線就多了 路線多了 車輛的總數其實都是 多了 有上升的 其實道理上都應該可以說 透過這一次 澳門方面 連他那個巴士的變革來說 其實都可以說 應該是道理上改善了服務 道理上就是 其實大家可以再看看 澳門現在乘車的車費 其實如果你在澳門本島內 其實都是三個二的 你乘巴士 一個人 成人這樣算 如果你是過海的 即是過著一個 過桶仔 橫過那條桿 其實就要5元 即是四個幾元 即是過海就5元 如果再進一些 好像去到路環就5元 去到黑沙海灘那些要6.4元 但如果你現在 因為政府剛才說過 澳門通給錢 其實就有優惠 其實兩元至兩個半 最貴都是3元 去到黑沙海灘 在澳門本島 其實這件事 已經是政府想著 就是價錢 他津貼的部分 就是減少路面車 但是本來他就說 現在想多加一間巴士公司 就加多些車 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 聽說 很精彩 因為其實 最大的問題是 新的那間巴士公司 那個僱用的人手 不夠 導致出車率 是低過50% 基本有40多 所以就變成龍巧反絕 是 第一天 其實去到今天為止 其實那個出車情況現在很混亂 其實如果這個情況 我突然之下會想起一件事 是什麼呢 想起1992年9月1日 1993年9月1日 香港港島的巴士服務都一樣變天 這個叫做有26條路線 就由中巴轉了為城巴 來到去經營 但是記憶中都沒有什麼事發生 也有的 其實當時排隊比較長龍 因為那些司機可能未熟悉路線 只有那麼緊要 前商壞 或者當時要排很長的人龍 他們在等車 因為那些司機開車不敢開快 頭幾天不熟的車性 結果那天開得很慢 但是都叫做很穩妥地過了 那些叫做平穩過度 甚至到後來中巴接了變成新巴 那段都叫做相對來說 其實原來我們看回 政府在背後都做了很多一些 維修公司的 但是大問題 大問題就是今次維澳 即是澳門新的巴士公司 都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算不算有些東西準備不足呢 其實算的 因為坦白說第一 維澳連運這間公司 它人手不足 其實已經是很多次 和政府反映不夠人手的問題 要求請外勞的問題 當然了 澳門政府也因應 因為其實這個不是一個 可以很闖絕去決定的事情 因為其實影響太大 所以他們都堅持要求 維澳連運公司 請回本地的員工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在它交接的之前 其實澳門市面上 也沒有一些報道 是指出澳門 這間維澳連運公司 的人手那方面是不足以 而要求和政府 可不可以延長交接的時間 或者可能有些什麼調配 以致避免第一天出現 這麼混亂的情況 是沒有的 結果就搞到應該好像 我可不可以用 Leslie可不可以用 亂過亂世家人來形容 其實就應該這樣說 是令到很多市民 本來很希望 對政府有一個信心 很希望改善了交通服務 乘搭巴士不用那麼辛苦 怎知他們是 整個星期現在是怨性在道 是寧願叫他們 不如轉回原本的制度 好過了 不要搞那麼多事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整個 Dennis你講過 在過去這段日子 由投標到準備營運 這段期間 幾間巴士公司 尤其是新的那間 Violia 他都有提出過 人手方面不足 而當地政府 澳門政府方面 都沒有說 透過一些傳媒之旅方面 去發放一些資訊 給市民去關注 或者知道怎樣一路去 都不是的 其實一直都有 因為維奧請人 搞過幾次招聘會 亦都是跟當地一些 關於交通的團體會那面 希望說來一些貨車司機 可以去轉職做會 一個巴士司機 或者婦女可以出來駕駛 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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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那些 起碼他們坐底發財班 起碼都13000至14元 起錶 還未計加班錢 但是如果駕駛專利巴士 好像是8000多元 據說起錶還未計加班 未計其他經營空間 但是維奧據說 都已經出得比較人工高的那間 但不能夠成功在另外兩間 一旦扯到一些人離開 甚至是有些人被他扯完離開後 待會不久還未開波 就已經回到舊公司了 因為大家如果有看新聞 有留意澳門新聞都知道 在交接之前那兩天 是先後兩間巴士司機有一個工潮 是呀 是一個 但是叫做不幸運 有這麼多亂子也好 始終維奧連運都開了第一班車 這個新的模式也來了 不如我們看一條影片 到底交接的時候怎樣 接下來有兩條影片可以給大家看看 本身巴士模式 首條新線N3頭班車 和最後一班舊製的巴士 在凌晨凌事的時候 第一班N3已經抵達了亞馬拉前地 不過這部N3的車 當大家以為它是頭班車的時候 結果是落空的 因為原來突然後面 就出現了另一部N3的車 駛進來 那才是真真正正的N3 N3會是新巴士模式之下 第一條新開辦的路線 但它並不是第一班開出的路線 因為其實如果說第一班開出的路線 N1和N2反而是第一班 從這裏開出的路線 或者開出的路線 開大便 開通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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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離開總站 離開總站 離開總站 由雙福里自駕的最後一班 六舊模式經營3號線 在021分開車 開車 開車 關門會不會在電視台上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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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下車,最後一班到關閘了 最後一班到關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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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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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我這裡,麻煩 我問這裡,麻煩 是 我問這邊,麻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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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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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ft right habe shadow 你好 我看車 看車 好 最後一班 現在我在李寶中街 在等8月1日早上第一班由維奧連份開的路線 頭班車是30號 就是在李寶中街過去桶仔那邊的 剛剛現在大概是5點56分 第一班的30號來到李寶中街 現在在等一班第一班的台灣車 看到記者在訪問我新的CK 新車的CK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刚刚看过奥巴第一条新模式而开的路线N3的头班车 还有就是最后一班新福利可以用旧制的三号线 理论上应该本来那天后就不会再见到黄色的巴士人3号 接着还有维奥连运第一班的30号 这样的开车情况 但是可以很清楚看到有一件事 要赞一个人先 虽然他现在背了黄色 澳门交通事务局 相当于香港的运输处 的局长汪云先生 亲自出征 他也不只是出了夜晚又出了资料组 而且也不只是看片这两天 不是这两天是连续的 然后2号3号的资料组都走了去观察的情况 那我很想问一样东西 郑宇华局长 你什么时候有空来跟我们由尖东走去天星 那不就很热了 走一转了 这一样东西是要赚先的 虽然整个乱纸现在就明明是 大家会看到 但是起码局长是真的落地 不是踩冷气坊 只是自己对着电脑 不知道在那里傻笑 他真的下来做事 有下来看的 有下来感受的 想当年 承巴接手93年的时候 承巴接手的时候 运输司的方面 起码准备了一个人 也都派出一些官员 去到真是可能 而不是只是做事 而不是做事 真是下去中环湾仔 甚至乎南区 当时南区 柴文汉你帮我们回带 当年到底 运输司的方面 他们派什么人 下去黄竹坑 香港仔华库那一带 都是说那一句 要做运输方面的政策 坐在写字楼不行的 是啊真的要下场做的 不过这样 其实刚才 那个时候 Dennis英哥是不是在酒店睡觉啊 晚上 是早上要跟我们出来 一起搭了50 你是不是做了 你是不是做了第一 第一样东西 就是那个维奥的 其中是第一 上车你做不到第一 啊 下车啊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其实搭了一个站 因为其实在台山 我们就跟着之后呢 就是去了 这个关闸 因为其实是一个站的距离 是啊 那么去了关闸做什么呢 就是看一下关闸那边 因为那里是一个大站 也是接连着中国和澳门的 就是珠海和澳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么呢 就看看那个总站 那个Operation的情况会是怎样的 那么呢 现在我们还有一条片 给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情况的 不过都颇为混乱 稍后再讲啦 是啊 看片先啦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可以去的家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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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關閘總站等近埋站,大家都遇到一些問題, 大跟衛牆出動, grouping、區域我 Pinterest。 主要習東的重量都是為了會變,他擺在最近的名字就是出入口, 是,我明白的,但這裏是長龍的,OK 下車 下車 回來,看到關閘的情況 其實早上,如果大家聽到的,因為頭彎車的站位不太熟,因為是調動過 所以是延遲了 不過幸好延遲了,剛剛清了兩班延遲鼓噪的乘客 就是阿翔雲才到的 所以它是小售有一把的 因為我們之前是看著乘客的鼓噪 其實在整個公共交通的營運方面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去考慮 Dennis,那一天你做了第一個下車的乘客 然後,澳門那邊還有甚麼事情發生 澳門,開頭,繁忙時間之前 其實出現一個情況比較洗群毛 正如剛才Nasty所說 有些頭彎車就延遲了開 比如說25,那些是遲了道斬的 或者有些車塞死了 但是一到繁忙時間,高峰期的時候 就發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有一些,譬如以前 新福利行的路線 譬如說3號 或者是奧巴的 以前奧巴的10號 這兩條路線都比為惡聯運營運 另外還有一個1號線 出現的情況 第一,他們本身因為那車是比以前是小的 第二,班廁也都因為人手不足 而出不足班廁 第三,就是因為他們的總站是沒有站長 不知道怎麼用電腦去做到背 是的,但是一個小時 譬如說延遲了到站 或者班廁一脫班 就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 直至到今天都仍然是在發生的 應該是這樣說 關閘是有站長的 不過一些大站 真的放了一個艦艇在那裡 就沒有人出現 就像是葡京外面,馬拉前地 就是有一個站艇在那裡 是沒有站長的 那天早上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是靠政府交通局 他們自己本身派出一些員工 出來教人坐車的指導員 那些指導員就慘了 被人當作巴士公司的職員 就罵到全家人都出來了 即是呢,我還有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就是看到一個女生是做指導員 結果就真的出事了 即是被人... 即是我真的替他很慘 我都跟他聊過 我都叫街坊說不要罵他 他都無辜的 但他都調不到任何東西的 要罵你打上Veolia 不過這樣啊 除了剛才看關閘的情況 我們現在去到一張照片看看附近 一些這樣的地方 街道 街道發生什麼事 那天早上 現在這一張呢 就是在近住十六號附近 一帶的路面來的 去快速機 火船頭街附近 那天早上因為巴士出多了 理論上應該是 嗯 結果呢 就是很多車都在這裡塞住了 但是呢 這個塞的情景 巴士多了都不是最主要 因為其實有些巴士走得比較慢 而且價格都頂了 但是客人都硬要上去 嗯 即是你不夠車嘛 巴士出多了不代表是夠車 因為他剛才所說的Veolia 在做的是一號三號十號 這些大線全部去到他那裡 問題是其他原本的車 其他車呢 就落去一些相對沒有那麼繁忙 或者是只是過桶仔的路線 那些繁忙的路線 結果 本島 如果是本島 本島的人呢 就會是 根本是領不到一分的好處 嗯 看看這一張呢 其實就是洪街市附近的那個站 這個大約是八點十五分左右 哇 上班繁忙時間 上班繁忙時間呢 很多人是等不到巴士 等了半小時 上不到車 也有這樣的情景 對面這個電視台 在這裡拍攝 看到很多人 主要其實這一班乘客 都是等一號三號 一號三號 這兩條線為主 他們都是 變了受到很大的影響 剛剛也都說過 這個車型的小 其實現在維澳的車種呢 有一隻就是這個小巴 我們看到 另外所謂一些大型的巴士 都是10米左右而已 摺11米 那麼原本 新福利和歐巴 以前原本走開這些線的 是這12米的大大 但是 老老實實 所以叫做有圖有真相 以前 奧巴都有這些小巴 又不見出問題 其實這些車都已經換走了 現在在交接之前 奧巴的車隊裡面 是以一些內地深圳做的 一些10米級數的巴士 走一些原本小巴走的路 甚至乎說 澳門以往來講 奧巴也好 新福利也好 都有不少這一類小巴 災客量其實 照道理應該多了 那些車大了 其實是這樣說 因為走小巴的路線 其實今天換了一個營化商 很多都是用小巴走的 只不過有一個分別 就是本身走開大巴的路線 是 車就縮小了 載客量少了 載客量就少了 問題就是這樣 那我很想去問一件事 真是很想去問澳門那邊 這個交通局那方面 喂 巴士公司買車的時候 沒有檢查過 是不是買對的 這個還有那批車 本身那個動力 還有那個地位的高度 是否適合呢 我們就試了 那天早上 我們三個人就試了 去坐 剛才眼中 大家看見那個小巴 綠色小巴 大家在內地 就叫做穿穿通的 那隻級數 那到底怎樣呢 我們又去條片 給大家看 看看要怎樣 穿穿通 琴上樓梯 琴上綠巴 去了 可以去條片 維奧連運 雨通ZK6770HG小巴 維奧連運 靠入了88部 是中國雨通製造的 7米級數的小巴 但實際上 它只有6.6米 那麼長 而這批車 是屬於穿穿通的級數 靠下上車 首先要過了兩級的樓梯 才可以登上到車廂上面 地台也是相對較高 而這批車 採用了常用的多箱 和時間 它的引擎 是採用了國產用材 但那批數 只有130匹左右 和另一家 是現時的巴士雲霜 日本小巴雙比 起碼少了 也有10匹 所以在上斜的時候 這批車是比較乏力 好像我們試過的18號線 要經過不少的斜路路段 駕駛這款車的司機 都要把冷氣暫時關掉 爬完斜坡之後再開 這批車行駛上來的時候 都會比較緊張 不過這批車都不是一無事處 相比於日本小巴 他們的車廂是比較乏力的 竟然在他們原本用開日系 和歐系 的巴士的情況下 他們在倒退 他們真的哭到 批車 撇除這個 Made in China 的問題 有一件事情 你可以很看到 這類澳門的小巴 香港本身也有 當大家去搭的時候 發覺都是爬一級樓梯 這部爬兩級 好像那些貨車底盤 我們見到鄉村車 在新界見到那些 問題是 其實剛才看片此前 都說過 大車變小車 小車又沒有變大車 多了一級樓梯的問題 是在於 老人家上落麻煩 上落麻煩 在過去 如果看回香港 歐洲 日本 公共巴士的發展歷程 來說 上落車的 低級數目是越來越少 到現在就叫做 零步 好了 作用是什麼呢 樓梯越多 上落怎樣 時間越長 即是說 車又不夠 上車時間 又多了 又多了 對 再客量又 少了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 是的 其實我和 有部分 維奧聯運的一些車長 其實都討論過 根據他們所說 巴士公司給他們的行車時間 是比以前舊公司的 是少的 但是 亦都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 給的時間少了 理論上應該走快了 對 但是 剛才 樓梯級又多了 或者 作客量又少了 即是 擠迫程度又大了 變成車 會比他想像中 遲埋 做總站 其實 專營權 生效之前 譬如說 申福利經營的路線 其實已經出現一個 時間不太舊的情況 現在 變成唯有聯運 他們沒有顧及到這個問題 變成雪上加 但是 應該這樣說 情況會更加差 還有這批車 大家看到 都有點而水套不服 因為第一天 去營運的時候 剛才所說 老人家上落麻煩了 據說 在網上的巴士討論區 已經有老人家 跌入了醫院 排這隻小巴 再 還有一條片 就被人 本來是拍了一張照片 後來原來找了 還有一條片 這些車 第一天已經跪車 搞得要警察叔叔 就幫忙推車 這個就是笑話 大家又可以看一看這條片 可以 好奇妙的 拍了又上網了 文章 福星章 這麼容易 如今 看見到 我去看見到 還有網民 好奇妙的 確實 好奇妙的 好奇妙的 啊 這個位置剛才說回來 這個位置是建立塔石那裡的 應該捐到隧道 但因為這些維奧的車 據說當天壞車又有撞車又撞了幾輛 結果就搞到很多地方擠塞 其實這樣又公平一點 開工第一天壞車不是未試過發生 香港也試過 New Pan的車第一天出來已經水滾茶 都不要緊 大家今時今日坐冷氣巴坐這麼舒服 1988年九巴士行一部雙層冷氣巴士 第一天走三轉就重刺消失 好了 又再數到一個問題出來 整個澳門巴士服務的交接 怎麼搞下去 其實政府本身的原意是好的 因為他知道巴士公司經常要和他拿著 或是要他批地 結果到時快地是否真的拿來做車廠 還是拿來蓋房子 不如我索性 我只是給你錢負責派車算了 其他事情我搞 其實有一個很好的改革的心態去做 其實這件事應該要讚賞 這個我絕對認同 因為其實這種模式 我做了少許功課 這種模式其實在英國方面走過很多年 最低限度就是在車廠的穩定性 以及在服務的質素方面 不要算交接混亂來說 其實相對地已經證明了是一個有效的方式 甚至乎剛才 Lesley你都拿過收費表出來 這一種收費表的模式 亦都是做到怎樣呢 就是說新加坡都已經在做中 無論你說你在澳門 過去哪裡都好是收那麼多 我過桿仔又收那麼多 不管你回答什麼花錢 即是不會這條線貴一些 那條線便宜些大閒的路是接近的 甚至一樣的問題 是的 導致很多一些 可能收費不公平 導致很多服務的混亂 是不是 好了 不發生都發生了 現在澳門 現在結果的混亂情況 Dennis你上網見到什麼環境 其實發生了這個問題之後 第二天 有部分的巴士路線 部分由維奧連運營辦的巴士路線 政府也都找了其他的巴士公司 去做一個派車做支援 因為始終譬如說新福利或者維奧 歐巴 譬如說1號 1號 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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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也有很多沒有那麼多人坐的維奧連運的路線 主要是開小巴為主的路線 班廁也略為調整了 譬如說有個例子就是21A 這是一條由孖閣去黑沙海灘的路線 孖閣去黑沙海灘也很遙 他本身編定班廁是每30分鐘的班車 當然 奧巴以前開70分鐘的班車 現在略為調了45分鐘的班車 但仍然出現一個問題 星期一至五的時間 九點前是沒有出車的 有這個情況 反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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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來說 頭班車 如果我印象中 要開7點 但因為那幾架車 要去做支援的路線 還有這條線之中 那客人平一的客量是比較差 因為他只是做假期 多人坐 所以結果 直接沒有了車 他叫人去坐新福利 例如26A 21A曾經救過我一命 上兩個星期 我過去的時候 一直說走不了 就是21A 因為有幾個客人下落了 我才走得掉 變成現在 只能夠在這個狀態下 繼續混亂下去 暫時也是 其實見不到有什麼好的 一些明確的措施 因為始終 維奧連運不夠車長 這個問題仍然是否解決 不如這樣 我們去完 今天時間差不多 去完最後一條片 給大家看看 就是當日在普京外 馬拉前地 那個混亂的情況 到底是怎樣呢 之後下個星期 我們就再講其他話題 多謝Dennis 多謝Dennis 好 但是最後一件事 看片之前 怎樣都要講 雖然現在混亂 不過澳門政府做了一件 它最應該做的事 現在香港 九八又說要 營利警告 港鐵又說 年年加價 天天壞車 Vioria又說要加價 剛才電車 好了 怎樣都好 其實澳門做了 香港是否應該做 好了 我們看看阿媽 阿媽 阿媽 前地即是普京外面 現在我們在阿拉媽前地的位置 即是普京外面 821號早上 這個巴士公司 全門坐之後 下一天 在阿拉媽 相對被驗免者排放了 因為 很多新的司機都還未收集到 新的路線 公司是我的 路線 市民在這裏 在阿拉媽前地 日後看到 當局安排了一些職員 解答一些事物 對於這次巴士公司轉變的安排 一些問題的解答 那一半 那三屋A 是 不過不想加價 兩百 五十號 絕對長錦客 終於 先放一百步,先放一百步 這個MT1、MT2是沒有車的情況 我認為那邊拆好車的車 你未必有車給你的車 翌日25、翌翌日 翌日33和翌日50來 很多乘客在車上車 特别是50,因为和MT12比较接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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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